尾巴冲突也牵斗了地缘政治 美军在地中还部署了两支航空母舰打击群 而中国解放军也罕见的在中东部署了六艘军舰 但是中国进口石油其实一半以上都是来自于中东国家 万一在中东的战火全面爆发的话 恐怕会成为最大的输家 所以在外交上还是保持中立 主张以两国方案为基础要重启尾巴和平谈判 以巴交战迈入第三周 全球胆战心惊 但最担心这场可怕梦魇恶化的却是中国 大雨冲突还在持续的升起 加沙的形势十分的严峻 发生大规模地面冲突的风险空前上升 中国特使宅郡参加在埃及举行的和平峰会 会议国基间在两国方案的基础上重启以巴和谈 以免陷入渊源相报的恶性循环 以巴炮生融融 中国战狼华山和平哥 深怕被战虎搏击 因为中东在中国的经济成长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进口的石油 一半以上都来自中东国家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力挺以色列抛轰加萨 酿成严重的人道危机 专家担心 这恐怕将破坏乌俄战争一年多来 西方积极拉拢开放中国家抗恶的正当性 开发中国家对乌俄战争的共识 如今被尾巴冲突打破 尽管短期之内不会产生实质的影响 长期仍然可能冲击乌俄战争的后续发展 综合报道